在前一天发放了约 1万8千台币的电子消费券 首个周末 无论是购物区 或是有香港后花园之称的西贡 到处挤满争潮 民众抗议疲劳 不过港府不想严厉封控 鼓励自我快筛 尽快隔离确诊者 是香港未来的防疫方向 周末的西贡码头挤满人 有人准备出海 到附近的海岛 享受阳光 吹吹海风 也有不少人在岸上 跟渔民讨价还价买海鲜 好好大吃一顿 西贡有香港后花园之称 是休假吃喝玩乐的热门地点 第五波疫情 从过年之后一直升温 大家减少外出忍了两个月 这个周末又回复热闹 香港过去五天 每天新增缺诊数 从3000例一直减少 到2500例以下 而港府发放了防疫包 赋予民众连续三天做自我快筛 但又却在周四开始 发放约18000台币的电子消费券 反而带动了更多人外出消费 已经很久没有外出了 然后趁今天天气好 然后疫情又比较缓下来 就出门这样子 那当然也是有了 就可以吃好一点 不过目前仍然是餐厅晚餐进内用 所以海鲜店的热闹光景 只能维持到六点前 而且每桌限两人 一家三口也要分两桌 而公众沙滩封闭 维持到4月21号 有民众偷跑到眉尾风的四人沙滩 警察到场劝狱大家离开 否则要开罚单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 出门